基隆今天新增确诊病例三例 其中一人为一分局侦察队小队长 一分局人员今天早上接到通知 陆续到医院裁检 内勤人员改异地上班 外勤人员分流 而就在一点多又新增另一名侦察队队长确诊 而昨天晚间基隆有场聚会颁奖 市长林又昌出席 正好证明确诊队长受奖 两人有近距离没戴口罩的接触 林又昌得知后立刻裁检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从即刻起我就会进行三天的居家隔离 那在刚刚也已经进行了PCR的一个裁检 那居家隔离三天之后会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裁检 而媒体也拍摄到 有医护从市长室离开进行PCR裁检 林又昌将会居家隔离三天后再度裁检 以上基隆掌握消息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